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然后再做激光 过程大概需要20分钟 而微笑矫视 由头到尾只需要用同一套激光系统 最快两分钟就可以完成了 至于切角口方面 LASIC的切角口大概有20毫米 而康复的时间大概需要一个月左右 而微笑矫视的切角口就不超过4毫米 因为是微创 所以相对康复的时间也大大减少 大概一星期左右 微笑矫视的治疗范围都相当过犯 适合近视度数不超过1000度的人士 以及散光不超过500度的人士 微笑矫视手术主要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激光的部分 仪器会先锁定瞳孔和角膜的位置之后 利用激光切角角膜的中层组织 而需要切角的厚度和弧度 会根据矫视的度数而定 接着激光会在角膜的边缘 开一个不超过4毫米的微切口 而这个部分 大概需要40秒就可以完成了 至于第二部分 医生就可以用仪器 将刚才已经分割了的角膜中层组织移除 手术完成之后 角膜的弧度和厚度就已经改变 达到矫视的效果 做完微笑矫视手术 三个月后的统计数字显示 正负50度的成功率有97% 而正负100度的成功率达到100% 所以微笑矫视手术的准确度是非常高 微笑矫视手术的好处是多方面的 首先这个是微创手术 它的伤口比传统雷射是少80%至90% 所以復原速度更加快 这个方法也可以同时减少 切过眼角膜上的神经线 所以手术之后出现眼干的情况 也可以大大减少 传统雷射激光矫视手术 是需要切开角膜犯的 根据过往经验 这个手术其实已经是相当重要的 不防止安全可靠 但是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之下 我们有时都会担心 这个手术会不会影响到角膜犯 例如角膜犯移位 现在全身smile矫视手术 已经不需要再切开角膜犯 所以这个担心我们也不会再有 一般做完勒食手术的病人 他可能会有大概十几个小时不舒服 例如流眼水、耳术, 甚至乎痛不错 但是做完微笑矫视手术之后 这个感觉通常只是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病人的不舒服的感觉 两个小时慢慢就会痊愈 由于微笑矫视手术的伤口 已经可以缩到这么小 所以手术之后出现感染 红眼的机会 也是大胆减少了 总结来说 微笑矫视手术是一个高效 安全 而且快捷的手术 微笑矫视是目前矫视手术的最佳选择 担心眼干或割摩反的朋友 我會建議你做微笑矯視手術 如果你對微笑矯視手術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諮詢你的眼科醫生 看看適不適合做